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Talk 跟大家分享全加拿大第二大銀行 道明加拿大信托銀行TD Bank 2024年第一季的業績 正確來說都符合預期 所以出了業績之後 徘徊在79至81元之間 沒有太大的起跌 利息收入方面 7.5 billion 輕微地按季下跌0.2% 按年下跌4% 主要是因為息差收窄 去到1.97厘 按季下跌1個 basis point 按年下跌5個 basis point 尤其是美國方面 存款數字減低 但存款派息要求多了 以至息差收窄 非利息收入方面 有一個好的成績表 收入6.2 billion 按季下跌9.5% 按年下跌19.4% 無論是一些服務費 交易 trading fee 投行那邊的活躍度 以及資產管理的費用 都是有一個掌進的上升 整體收入是13.8 billion 按季下跌4% 按季下跌2% 所以4%已經超額完成了 thanks to 非利息收入 按年下跌5.3% 略為瞬息 但亦是預計之內 因為息差相對來說 是7.1 billion 如果剔除了特殊數字之後 按季下跌2%上升 按年下跌12.4% 上年一直說 銀行開支的時候 都看到了 人工要加得多 銀行加得多 當市面上 整體來說 都是不差的時候 派Bonus相對來說 是多一點 有些人行 另外就是 技術方面的投放 也加大了很多力度 這些都是預期之中的 所以TD我都覺得OK 尤其是 尤其是 它的Efficiency Ratio 即是 開支隨意收入 這個數字 剔除了所有一次性 今季是57.4% 雖然比上年 53.2%當然是差 但第四季是58.7% 是理想了 同一時間 再放入今季和上季 都分別有0.3 billion 和0.2 billion 的Restructure 重組的費用 在當中 如果剔除這兩個 數字 就更可以接受到 當你收入減去 所謂的PTPP 就是正盈利 加上稅務和外外漲撥幣 的時候 就有6.6 billion 按季升6.3% 按年就下跌1.4% 這個數字都是可以接受到的 至於PCL 即是外外漲撥幣 亦是預期當中會升的 1 billion 按季升14% 似乎有點快 這個數字 按年的話 更加升45.1% 不過如果你比較起外外漲 除以整體的借債來計 0.44% 雖然比起按季升5個BASIS POINT 按年的話 就升12個BASIS POINT 但是 基本上 利息升了這麼多 然後外外漲撥幣 都是 只是升到0.44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接受到的 按季升4.4% 按季升4.4% 按年的話 12.4% 下跌 主要來說 就是 Expense 和外外漲 拖高了 令到收入下跌 Lone 就是 今年Lone年 TD Bank 整體的Lone 就有904 billion 按季的話 輕微上升0.9% 按年的話 上升8.1% 很明顯的看到 2023年頭 Lone 還是上得不錯 但是 隨著利息加的時候 銀行自己收債又好 又或者其他人 頂不住 借不到那麼多錢都好 這樣 2023年下半年就放緩了 TD也出了 自己的Credit Card Spending 都看到 2023年瘋了這麼升 去到年尾的時候 亦都是有一個放緩 雖然仍然有一個增長 在當中 Deposit方面 1.081 billion 1.081 billion 1.081 billion 超過一小 按季的話 輕微下跌1.4% 按年的話 3.2%下跌 這個數字 主要來說是美國那邊 美國人 有些Deposit 就開始 洗毀了它 又或者 當它覺得 存錢在銀行 但其他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些資產投資 可能 還磨味 轉了去那些地方 而是下跌 這也不算是新鮮的事實 所以算是接受到 未來來算 你會看到 利息收入 又或者是服務費 還有這個開支 都會 都會回到一個 比較平常的水位 平常的意思就是 每季都會升大約2-3%左右 每季都會升大約2-3%左右 但是外外賬 估計 它都會繼續 撇高多些 所以 所以 我會覺得 那個PTPP 就是 在稅務和外外賬之前 那個升幅大約 大約 就是5%左右 但是 如果剔除了外外賬 各方面的時候 可能 可能 在下年 2024年 那個回報 Overall 不是下年 是今年 Anyway Overall全年 可能 會有 清零 或者是輕微地下跌2% 去到 2025年 才會 正式 Normalize 大約 有 5%左右的增長 這位置都好 都算是 符合預期的 所以 我的Target 就是 100元 目前為止 80元 到 81元 這個水位 我覺得 仍然 值得 持有 甚至吸納 它的數字 和其他銀行 來計算 如果 只是計算 book value 就有1.4倍 你想 或者 低過 低過 這個 和其他幾家銀行 略為高一點 至於 PE ratio 10.3 就是 大約 這麼多 銀行 平均 所以 我自己都會覺得 相對於其他銀行 都可以吸引 最低的 最低的 就是 CIBC 但 CIBC 一向都不太好 雖然 過去兩季 業績都不差 股票 自己投資 自己研究 自己買 自己負責 非常重要 銀行股 以股來說 如果你覺得 這間 和另一間 你不知 如何分辨 可以買一些 銀行的ETF 一籃子 來買 例如 XDV 主要是 收股息的 ETF 包了銀行股 包了一些 公用股 都是一個 蠻好的選擇 但是 我自己是 喜歡買過股 希望 可以贏得 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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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純粹是 我個人的 分享 還有見解 還有操作 我暫時 不會買多 TD 有其他 alternative 減 但是 我不會買貨 繼續 保持自己的 好定 到此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libana Talk